华193县玉里乐德岩县部落入口缺乏监视器 以至于相关交通事故厘清 失职者走失救援或是部落治安受到影响 新科议员林玉芬接获族人陈琴 邀及陷阱局等相关单位火速会刊 评估设置的地点守护部落生活安全 不论是华193县玉里段的德武春日 松浦观音东风 还是中央山脉三角下的长梁里 新科议员林玉芬邀及华林县警局相关客舍人员 以及各部落族人 注意会刊评估每一处设置路口监视器的位置地点 新科议员林玉芬如此用心与积极 无非就是希望以往协巡部落失智走失的族人 却因为不完备的路口监视器而措施可能的机会 因为部落里面也是需要 那因为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 因为我协巡了两次的那个嘛 失踪人口 所以这个部分协巡的部分黄金72小时监视器就非常重要 如果你如果能够看监视器你就会找对方向 找对方向你会多短时间找人 对啊这个是这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是那个其他安全的问题 治安的问题 不仅是救援协巡 花193县玉里乐德路段沿险部落路口仍有多数缺乏路口监视器 以至于相关交通事故纠纷厘清 或者部落生活治安也都受到影响 部落族人以及游客民众也期盼能设置路口监视器 让生活更加安全有保障 部落装监视器有 我觉得有它的必要性啊 像这个地方水深危险 如果小孩子跌下去有监视器 我还知道小孩子跑哪里去了啊 一定要的啊 因为在这边这个转角处啊 会有车子会进入 那很容易发生差状 我觉得装饿监视器比较可以看到要怎么处理 因为他们在锁住整个路口嘛 能够都拍得到车拍拍得到人 那个车这样 啊所以我们全部统计出来之后 我会试状况 可能会从最重要的形式嘛 因为600多万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一次拿起 那我就会分批分次 就把它合成这样子 接获部落族人忧心成情的新议员林玉芬 霍素邀及陷阱局相关单位 与各部落族人回看 与陷阱局比对评估设置地点 预估至少花费600多万元以上的设置经费 现议员林玉芬也将排除万难 极力争取 守护部落生活安全 解决部落的问题 接着是越南玉里采访报道 他还会保护部落西安玉里采访报道